单身及地狱已经结局,这应该是我看过结束最快的一个综艺,总感觉新来的两个女嘉宾还没机会好好了解男嘉宾就结束了,那为何不让那两个女嘉宾早点过来呢? 首先,对节目热度贡献最大的是谁?其次,四对牵手成功的嘉宾,谁会最幸福?从我的观感来看,志燕世勋,宋志雅和金贤忠这两对,颜值很般配,郑泽和素颜那一对更像是成年人恋爱,没多久就开始亲密的身体接触了,目前讨论度最高的也是这三对嘉宾,但是呢,我觉得意愿和俊植才是最幸福的,他俩的相处时间最多,而且没和其他人的相处最多。 嘉宾有过接触,像志燕和世勋,很多人觉得这是剧本,志燕一开始就对世勋不感冒,不可能到了最后两期,突然变热情,人还是得相信第一眼的感觉,志燕感觉是被世勋感动的,但这种感动不是爱情,线下相处估计会有点难度,又或者在节目结束后,车选成和崔时逊不甘心,继续追求宋志雅,宋志雅估计会很无奈,意愿和俊植是存在感最低的, 他们的镜头也没有多少,但往往是这样,才能让两人更真情的相处,他俩隐约间还有一点夫妻像呢,应该是真心的,你觉得单身及地狱牵手成功的几对嘉宾中,哪一对会最幸福呢?